作者 二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288集 炼女诗 王林神色如常 目光平静 只是退后一步 但见这三个猙獰的兽魂在扑来的瞬间呢 其身上顿时出现了无数手臂粗细的铁链 这些铁链贯穿三兽全身 在这三兽扑到王林身前三尺之外时 立刻闪烁乌蒙 顿时啊 这三个兽魂立刻发出痛苦的吼叫 身体硬是被铁链给拽了回去 锁在了战车之上 唯独中间那只体型略大之兽 在铁链的拽动下硬是又向前冲出一尺 这才痛苦的被生生拽回 但三兽颇不甘心呢 立刻剧烈地挣扎起来 顿时四周的洞府也随之颤动 好似随时会塌陷似的 王林定气凝神 他虽说不知这三兽名称 但天宝上人铁片内 却是详细地记入了如何操控此车 并且随晦地点出这射神车上有兽魂 但却被其以魂链锁住 逃不出三丈之外 看着三个魂兽挣扎 王林双手抬起 按照铁片上的要求 迅速打出一个个古怪的法觉 这些法觉一脱手 立刻变成一个个黑色的光圈 那三个兽魂看到光圈后 立刻挣扎得更为距离 渐渐地 随着王林动作越来越快 这光圈也越来越多 许久之后 眼看时势内光圈已然上摆 王林低喝一声 目光盯向正中间那辆战车之上 疯 顿时 所有的光圈立刻化作一道道残影 铺天盖地般地 向着中间的战车套去 此战车之上的兽魂 立刻咆哮一声 眼露不甘心之色 整个身子迅速缩在战车之内 任由那些光圈一一套住 最终啊 战车漠然一动 升空而起 在飞起的这一过程中 此车的大小有所改变 越来越小 最后变得只有巴掌大 落在了王林手中 王林看了一眼 便收入储物袋内 要想使用此车 必须先要收服兽魂 这兽魂的强大 并非王林可以操控 于是只能以铁片上的手法 暂时封印住 让这兽魂处于睡眠状态 实际上 天保商人也没想到 自己的战车 居然会被化神器修饰获得 在他想来 这战车啊 只有应变其修饰 才勉强达到使用的标准 收了此车 王林目光一扫 落在左侧战车上 再次以同样的方法 把旗上的兽魂封印 最终此时室内 只剩下最后一个战车 此车之上的兽魂 是最小的一个 但却也不是 王林目前可以收服之物 这兽魂看到两个同伴 相继再次被封印 愤怒的咆哮始终没有停止 若是当年的天保商人 他还会屈服 但看到这个自己巅峰时期 一巴掌就能拍死的修饰 他的自尊啊 绝不允许低头 王林盯着此兽 内心同样在挣扎 他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赌一次 赌赢了 则可以暂时获得此兽 可一旦输了 则有些危险 沉默少许 王林摸了摸手腕上的驱兽圈 此圈按照道理来说 应该可以锁住这兽魂 但这兽魂生前呢 定是仙兽之类的存在 这驱兽圈 能否困住尚为两说 即便是困住了 吸收的灵力 自己能否承受得住 这也是一个问题 沉吟片刻 王林放弃了冒险的打算 他目光一闪 打出上百黑色光圈 把此兽连同战车给封印了 可惜啊 就是不知这射神车 到底具备多大的威能 不过那天宝上人 言之颇有自信 想必应该不会太长 而且此车之上封印的兽魂 极为强大 想来此车的威力 定然不会让我失望 就是可惜啊 现在无法使用 王林内心暗道 目光一闪 落在石室边缘的 一些炼器材料上 他风卷残云 把所有东西都收入储物袋内 又仔细检查了几遍后 这才离开 在紫红门外 王林按照刚才 天宝上人的守绝 使得此处洞府 慢慢升高 恢复原样后 走出了洞府 这射神车 果然神奇 其内居然不需要 任何灵石开启 而是完全以那 受魂的魂力来催发 如此一来 可以省却不少灵石 不过此车 若真是需要灵石开启 怕是只有仙玉 才能满足吧 王林飞在半空 脑中想到 就是不知 这射神车的开启 对于那受魂来说 有无影响 按照正常推测 不可能存在那种 无始无终 永远都用不完的能源存在 如此一来 怕是那受魂 在开启战车数次后 会有所损伤 一旦超过一定次数 怕是消散都有可能 可惜这些事情 天宝上人 并未在铁片内记录 王林抬头看了看天空 内心沉溢 想必是那天宝上人临死之前 脱气不多 无法把一切都记录详细 只能挑选一些重点之事记录 有关这射神车的详细事件 还需自己多加研究 王林深吸口气 摸了摸楚无带 嘴角露出一丝开心之笑 这次仙界之行 收获倒也颇为丰富 不过风险也是极大 若是在那碎片崩溃时 稍有不甚 怕是现在已然身亡 风险越大 收获越大 此言果然正确 如此一来 那赤虎的邀请 倒要仔细考虑一下 王林深在半空 目光闪动 仙界南部一处碎片之上 此时啊 有三人正在为了一个结晶颗粒 而大打出手 各种法术波动 层出不穷 在这三人数万里外 一处平原上 一个中年男子 手里拿着葫芦 喝了口酒 摇头说道 亭儿 不要着急 我很快就为你取得仙月 让你身体千年不变 这中年男子 正是与王林 同是来自朱雀星之人 他喝着酒 行走在平原之上 许久 四人停了下来 低头看了看脚下之处 眼中露出一丝 追忆之色 自语道 亭儿 还记得这里吗 当年 我就是在这里 与你相遇 可惜啊 现在此地 已然物是人非 他轻叹一声 右脚在地面 轻轻一塌 顿时整个人 立刻下沉 转眼间 便失去踪眼 他在地底 不断地下沉 许久之后 出现在一处 巨大的洞穴之内 在这洞穴中啊 有一座独立的阁楼 此阁楼之外 被一股青色之气笼罩 这中年人脚下向前一踏 直接穿过青色之气 进入到其内 走进阁楼 阁楼分三层 其内格局比较简单 与寻常人家没什么区别 但却有一股典雅出尘的韵味 笼罩四周 此人进入阁楼 眼中露出柔和之光 在阁楼内的一处处 家具上摩梭 最后 他坐在椅子上 喃喃自语道 听儿 当年我就是在这里 遇到的你 他眼中露出深爱之色 轻轻地从储戴内 拿出一座宝塔 右手在上一抹 顿时一道白光 从其内闪现而出 白光过后 一具身穿白衣的女尸 出现在中年男子怀中 他目光柔和 神情地看着女尸 喊笑自语道 听儿 你看 我们回家了 这女尸相貌 极为美丽 有股出尘之色 好似那天上的仙女一般 她的肤色雪白 但却有一丝红意涌现 若说她还活着 怕是也会有不少人相信的 她一出现了 不知为何 立刻便与这阁楼内的环境 融为一体 好似此地 本就属于这女尸一般 中年男子 轻轻地摸着女尸的面部 眼中深情更浓 微笑道 当年 我看到你第一眼 便认定 你就是我此生的妻子 绝不会错 听儿这个名字 你喜欢吗 这是我为你起的名字 她喃喃说着 低头在女尸眉心 轻轻地吻了一下 眼中露出满足之色 为了你 我放弃了门派的掌权之位 为了你 我不惜判处世门 听儿 我不后悔 真的 一点也不后悔 谁让他们说我是疯子呢 我知道 我没疯 男子摸着女尸的脸 许久之后 他站起身子 听儿 我们去楼上看看吧 那里 有你的梳妆台 让为父为你化妆如何 男子微微一笑 抱着女尸走上了二楼 在二楼的梳妆台旁 男子把女尸放好 拿起眉笔 眼中露出浓浓的神情之色 说道 你开心吗 听儿 我很开心 你说话呀 你 你怎么不说话 难道你不开心吗 你说话 你快说话呀 你为什么不说话 中年男子的声音 越来越大 手中画笔一扔 抓着女尸 一边剧烈地晃动 一边撕裂般地吼道 许久之后 男子争住 他一把抱住女尸 喃喃自语道 对不起 听儿 你不要怪我 我错了 我再也不吼你了 谁也不能从我身边 把你抢走 谁也不能 谁抢 我就杀谁 杀 杀 他深吸口气 在这女尸脸上 轻吻几下 谈笑说道 听儿 你看 这阁楼 当年本来已经快要塌陷 是我用法力 让它维持至今 因为这里是你的家 不 是我们的家才对 你累了吧 那就休息一下 中年男子抱着女尸 放在一旁的绣床上 坐在床边 望着女尸 露出柔和的深情目光 听儿 当年我看到你的时候 你就是这样躺着 一点也没变 你还记得吗 当年我第一次来这仙界 本是为了取得仙界之气 可是 自在这里看到你以后 我就知道 你是我的妻子 我在这里陪了你很长时间 她说着 手放在了女尸的身上 一边摸着 一边说道 你是那么的完美 完美 你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亭儿 你说呢 我知道 你也喜欢我 对吗 和仙界之气相比 你才是我的珍宝 中年男子 微微一笑 躺在了女尸旁边 南南说道 好了 亭儿 我们休息一晚 明天 为父再去寻找仙月 睡吧 不要怕 有我在呢 王林飞行在半空中 目露坚定之色 一个月的期限 已然快要临近 她已经打定主意 去那赤湖所说之地 先不说那三把仙剑 单单是那巨大的仙月 就足以让她动心 有了大量的仙月 王林相信了 日后 自己若是达到了化神后期 冲击应变 定然会容易很多 而应变期 对于王林来说 意义迥然不同 到了应变期 司徒难就可以苏醒 虽说王林现在 只是化神初期 距离后期极为遥远 不知何年何月 才能达到 但她没有任何交集 她知道 修仙之旅 切勿急躁 水到渠成 一切自然会成形的 另外 在那潭水之中的一些仙草 也是让王林动心的原因 那些仙草 若是送给李木碗 定然可以炼制出一些 极品丹药 如此一来 李木碗的修为 浮食后 会更上一层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